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剛剛幾個我們稍微沒有講到 我們剛剛比較單純好像拿來當做什麼 就是當硬碟來用對不對 同步來同步去也只是當硬碟來用 事實上它不只是這個功能 因為事實上Google的雲端鏈早期不叫雲端硬碟 叫做Google文件 它是一個線上的office 線上office是要給你做編輯用的 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這裡有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所謂的Google文件 有什麼限制 有什麼限制 再來我們可以直接在線上直接檢視這些檔案的格式 那麼如果你有把它轉換成所謂Google文件 你還可以做什麼 版本控制 因為有些時候你檔案同步沒錯啊 可是有沒有可能你同一個檔案你有編修過好幾次 會對不對 萬一哪一次做錯了 那你就說 黨名沒有變啊 他有幫你同步啊 做錯了還幫你同步把對的弄掉啊 不是吧 這樣也是沒有錯 因為那個比較新嘛 做錯了比較新啊 所以他會同步嘛 那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比較 另外一個其實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共用文件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也有15G的空間對不對 那麼如果各位像我們下個禮拜會講到就是E-mail 你要寄信的話請問您的附件的部分檔案最大多少 有些時候我們要傳送比較大的答案給人家是不太方便的 不只自己不見得傳的出去 再來是對方能不能收得下來還是一個問題 有些如果你真的太大 也許你的可以學校允許你寄 可是對方學校可能不允許你收啊 那怎麼辦 所以像我這一次比較特別 我們那個虛擬系統的印象檔 1.6G 不好意思 我沒有講 我沒有寄給別人 所以我就把我的Google文件 Google的硬碟 我傳上來之後 就是在上面共享出來 讓他下載的時候就到這邊下載 所以我寄給他的還是很單純的 就是那個文字型的什麼 E-mail 檔案很小 可是他要下載的時候 會自動連結到這邊來 所以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共享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要跟別人朋友分享資料 也可以這樣用 所以這樣子的話 針對這三個部分 我們來稍微做個說明 首先我們先來看就是 線上怎麼直接檢視啊 這比較簡單 不管你有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本來就可以看的 本來就可以看的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說你在這邊 我找一下 像這裡 像我剛剛有提過那個RAR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RAR 這個很抱歉 這個就沒辦法直接線上檢視 因為這個RAR是有專利的 也可以喔 那這樣可以 我之前是不行 現在後來可能又可以了 他那個格式他會不斷增加 所以你看我現在打開 我是不是就知道裡面是什麼檔案了 對不對 我也不用解壓縮下來 如果你真的要下載 再從這邊去下載下來就好了 再從這邊下載下來 這是一個 那麼我們看一下 再我找一個 像這個是MP3的 MP3一點也可以直接聽 開啟方式這邊 我記得可以直接聽 雲端硬碟 這個不能預覽 不然預覽就會像這樣直接下載 會直接像這樣下載 那麼我再找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 這個我關掉 我從這邊來 這個 就比較多啦 這個的話 好 這個VIP也沒問題 PDF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就直接線上看到了 你就不用再裝什麼 Colbet的Reader 這樣麻煩 很麻煩 你就可以直接看 你甚至要 你看右下角 就跟我們一般一樣 有沒有可以直接列印 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直接列印 對不對 直接列印 放大縮小 這些都可以 所以還蠻方便的 就一般 那你看完之後 從右上角一個叉叉 那麼再往下這個 這剛好沒有 我這邊好像都用壓縮的 好這裡有個簡報 有沒有 一樣點下去 是不是就直接看了 可以吧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反正在上面我們要看文件 基本上還算蠻方便 當然我必須說 他不是完全 有些時候 不是完全百分之兩 一模一樣 會略有差異 有可能 但是他做的還蠻接近的 還蠻接近的 這個是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去看這些 所謂Office的文件 對一般來說 不需要Office版本 就可以直接打開 好 那 應該我們這邊 各位用到PSD跟AI 機會少一點點吧 這個是美工人 比較有機會用到 Photoshop的檔案 跟什麼 Elaser的檔案 他可以在上面直接看到 你不用再用那個軟體打開 這也蠻特別的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到底轉換成Google文件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看一個東西 你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新增 在這裡建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除了 我們剛剛資料夾 下面這幾個 不覺得都蠻熟悉的嗎 這幾個文件 簡報 四串表 有沒有 這些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上面 直接開個新的檔案 我就直接來做 也就是你不用Office的 在線上就直接做 那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就完全建立新的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把你剛剛上面的 直接怎麼樣 轉換成Google文件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 上面有那個 簡報檔案嗎 對不對 我就把那個檔案 好 比如說我把那個簡報 點開 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但是呢 我在這邊 我把它開啟的時候 我把它開啟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就是 我要不要直接把它轉換 轉換 不然這樣好了 然後我直接上傳 上傳一個新的 這樣各位看的會比較清楚 因為您在上傳檔案的時候 他事實上會問你一件事情 我找到 等一下 好我的簡報在這邊 我把它傳到上面去 單一檔案也可以用拖曳的 像我這樣丟進來 把他丟進來 好 你看這裡 他會問我一件事情 如果已經傳完之後 你看這個設定 我這邊預設設定 我這邊預設設定 是不是轉換是關閉的 對不對 所以他上去的話 並不會直接幫我做 那我現在呢 來點開他 點開他 好 點開了 在這邊 有一個 叫做 哦 他怎麼不見 編輯編輯 你從這邊 你把它勾起來 這個 你把它勾起來 上面這邊有 上面這裡 有一個 選擇開啟工具 有沒有 好看到 那在這裡的話 他右手邊 這裡 我就直接用那個 轉換 好 開啟 好不好意思 我這邊 重新把那個設定值 改變一下 因為我的預設子 我有改過 好 那這邊哥應該 如果你是用丟上來的 他會出現這個畫面 對不對 你們的會出現這個畫面 他問你說 我上傳之前 要不要把你的文件 轉換成Google文件 有沒有 在這裡 好 那如果你有勾起來的話 那如果你有勾起來的話 表示說你這個檔案傳上去的 就變成Google文件 直接在上面可以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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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我就先把它設定 因為我平常的話 我是都把它關掉 這樣才不會每次都問我那個問題 他因為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比較複雜的格式 或者是像我們在簡報裡面 有些人會用什麼 文字藝術師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那麼在網頁上是沒有辦法正確轉換的 如果你有轉換成Google文件的話 那就會變成Google文件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沒有轉換 對對對 如果你沒有轉換的話 那就是都一樣 他比較單純 就好像一個硬碟的 就是摳進去摳出來這樣子而已 2003 要看你有沒有用到新功能 如果你有用到2013的新功能 那麼你在2003自然就看不到 雲端的沒有差 他用的叫做共通格式 那你的那個格式 他本來雲端上就都可以看 浴室的話都沒問題 現在是差在編輯 編輯的部分 如果單純就看 不管有沒有轉換 是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如果你有轉換成Google 那個所謂Google文件的話 那可能就會受限於 就是因為我們在雲端上使用的話 他的工具沒有辦法 像一般的那個Office裡面那麼完整 對 台版上會略有改變 有一部分會略有改變 那個通常都是你有用到一些物件 所以他上面可能沒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你已經轉換完成了 現在呢 我再打開給各位看喔 你會發現跟我們剛剛看 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個時候 他上面這個工具箱有沒有跑出來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個工具箱是跑出來的 對不對 表示你可以編輯這個簡報 編輯這個簡報內容 所以其實你在上面做其實也蠻不錯的 也蠻不錯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簡報內容 或者是文件內容 不是太複雜的 其實直接在上面做完了 就可以直接用 而且如果我假設 我有編輯過他 比如說第一頁 我在這邊有先把這個位置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我也來 我預設的話他會自動存檔 好 那麼重點就來囉 這個表示 但是剛剛這個檔案是跟我上傳上的檔案 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所以 用雲端最大的好處 就是有所謂的版本紀錄 有沒有 在檔案下面有一個叫修訂版本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點一下 您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修訂版本紀錄 上傳的時候是3點11分 剛剛修改3點14分 萬一我剛剛改錯了 點到他 我可以直接還原 這樣你了解雲端跟單純當作硬碟差在哪裡了吧 所以我是蠻鼓勵各位 就是如果你比較屬於草稿式的 不是太過正式的文件 其實用這個編輯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您的個人電腦段都有Office軟體 那麼 今天如果你這個確定OK的 你要把它變成正式的 你在 就是用你的那個 Office的軟體再去做比較多的修飾 可以 但是我在規劃的過程 你可以像這樣去整理 我隨時就可以回到 我是不是以前有做錯 有改過什麼 我曾經講過 或者是改錯了 你就可以隨時回頭 這會比較方便 就是所謂離線 Google雲端點 Google文件可以當作離線 等到你有連線的時候 在自動版裡做同步 所以它可以暫存 只是預設我們現在 是不是在雲端上編輯對不對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邊 在這邊 在這個 這個我先關掉 在右手邊這裡 在這邊 這個 有沒有一個齒輪這邊 它有一個設為離線的 我記得它有一個設定成離線的 也就是說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Google同步那個一樣 APP那個一樣 你把它變成離線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在上面編輯 等到你編輯完了 等等 網路有通了之後 它會自動把你做同步 自動傳上去 不用 如果你是平板跟手機的話 原則上 你只要裝了剛剛那個APP 它就可以直接做了 Notebook的話要設定 不用啊 Notebook沒有差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同步PC同步軟體就好了 你只要在那個雲端的那個資料夾裡面編輯的 你的檔案 你的檔案在雲端的那個資料夾編輯完 它就自動把你同步上去 那這個編輯完 我出現要上網 我非常要按出 所以我一定要是不是 欸 雲端的是不用 雲端的是不用 好 那我們剛剛這個文件的修訂版本 這樣應該就了解了對不對 好 那再來就是大檔案的分享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在這邊所謂的共用 不管你要共用的是資料夾還是文件 假設我這一個 比如說像我這裡有一個錄音檔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一點 你要共用 你可以看你要共用哪一個 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在上面這邊有一個共用 在這裡 有沒有有一個共用 在這裡 在其他裡面有一個共用 然後呢 在這裡按一下共用 這個時候它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給你看 它預設的話是只有誰 只有私人的 所以你看那個 因為這個我共用過的 我找另外一個 我找 假設這個 我要共用 好 你看這邊 預設是不是只有私人的 表示說你傳到雲端的是別人不能看的 那麼如果你今天這個檔案我想要跟別人共用的話 你就按這邊按一下變更 好 它有幾種共用的方法 好 那正常來講各位 因為 不是 代管 所以應該不會有這兩個 只會有 一 二 三 三個 好 那原則上我們通常會比較喜歡用知道連結的就好 為什麼 因為 上面雖然可以共用 但是收據你找得到 第一種方法 除非你覺得你的是 要公開給大家全部都用的 不然 大部分我都會比較選擇第二種 只有知道那個連結的才可以進來 好 才可以進來 所以呢 你如果把它勾起來之後 這樣就可以了喔 勾起來之後按 開 儲存 所以 你把上面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那麼 別人看到 點這個網址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 你看我在這裡 好 這邊是沒有登錄的 沒有登錄我那個Google的 所以別人點到這個超連結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有沒有 如果它可以預覽的 它就預覽給你看 不能預覽的 它就是 會直接出現下載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 內容無法在框架中顯示 好 等一下喔 因為我這裡還沒有按完成 抱歉 你要按完成才行 好 這裡 它可能還有暫存喔 另外一個 那這裡的話 因為它沒有辦法直接辨識 是不是就會出現下載 對不對 別人就可以下載一下 那 如果萬一它是可以辨識 可以預覽的 比如說PDF 或者簡報檔 它可以直接看 那如果要下載 就從這邊直接下載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跟別人共用的話 你看這個檔案其實比較大 有沒有發現這個有160Mb 一般我們不太可能透過沒有寄給人家 那所以你用這種方式就比較簡單 它的單一個檔案的上限是10G 應該夠了吧 分起來一部電影也夠嘛 所以應該還夠 就是最大的一個檔案是10G 單一個檔案